心无止境 文达天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美国中文电台 新闻快车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8月8号星期四 我是主持人肖芳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节目 今天节目主要内容有 最新民调显示市长布里德支持率飙升 湾区校园手机禁令新政试点 就业市场积极信号美股大反弹 特朗普愿与贺锦丽举行三场辩论 首场的对决时间定下了 截止到8号 中国代表团斩获29金25银19铜合计 73枚奖牌 位居金牌榜第二位 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呼吁 应增加美国田径运动员兴奋剂的 检查频率 乙军轰炸加沙东部两所学校 造成至少15人死亡 以军称哈马斯将学校用作指挥和控制中心 尤努斯领导孟加拉临时政府宣誓就职 印度总理莫迪表达最良好住院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一起来关注湾区新闻 本台记者田霞8月8号 东湾综合报道 旧金山纪事报进行的新民意调查发现 旧金山市长伦敦布里德 在今年市长选举中已成为选民的首选 超越了其他竞争对手 在7月31号到8月5号的民意调查中 28%的可能选民将布里德列为 11月选举的首选 高于旧金山纪事报2月份民意调查中的18% 布里德的支持率有所提高 因为潜在选民对他的工作表现 以及他们在旧金山的整体生活质量的看法 比2月份更为乐观 本台记者天霞8月8号 8月8号是第阿波罗山联合学区的开学第一天 这也意味着东湾部分校园的数百名高中生 将体验到手机禁令的感觉 这项新政策是否能顺利实施 还需拭目以待 学生们到校后必须使用一种锁定手机的袋子 这种袋子被称为杨拙袋 它们有一个磁性锁定系统 只能在放学时使用特殊设备解锁 据了解这两所学校为添置 此设备所需费用约为11万4千美元 如果在学校出现紧急情况 学生可以去办公室拨打固定电话与家长互动 目前此设备在美国和16个国家的2000多所学校使用 太阳能巨头Sunpower最初总部位于圣河赛 目前已申请第11章破产保护令 据悉一个多月前 该公司刚刚裁掉350多名加州员工 Sunpower的领导人表示 它们将重组公司 并将部分业务出售给福利盟的完全太阳能 据悉政策变化导致安装太阳能电池板的激励措施减少 同时也损害到这类公司 本台消息 好事多Costco正试图阻止使用他人会员卡的行为 目前开始实施更为严格的政策 要求购物者扫描会员卡才能进入商店 以打击使用他人会员卡的违规行为 声明中表示在未来几个月内 会员扫描会员扫描设备将设置在商店的入口处 所有会员都必须通过将条形码或二维码扫描仪 来扫描它们的实体或数字会员卡 对于会员卡上没有照片的会员 Costco表示要准备好有效的带照片的身份 继续来关注美国新闻 根据劳工部周四公布的最新数据 上周首次申领失业金人数低于预期 与就业市场正在走弱的其他迹象形成了对比 数据显示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 上周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为23.3万人 比前一周向上修正的人数减少1.7万人 也低于道琼斯预估的24万人 但持续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小幅上升至187.5万人 是2021年11月27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报告发布后截止周四收盘 纳指大涨2.9% 标普500指数大涨2.3% 道指也上涨1.8% 当日国债收益率也上涨 这是投资者对经济的担忧有所降温的信号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周四召开新闻发布会 提议与副总统贺锦丽举行三场辩论 ABC新闻此后证实 特朗普和贺锦丽团队都同意在9月10号举行辩论 特朗普表示他已经同意在9月份参加三场 分别由福克斯新闻NBC和ABC主持的辩论 但他表示贺锦丽竞选团队尚未同意该计划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此后在X上澄清说 福克斯新闻的辩论定于9月4号举行 ABC新闻的辩论定于9月10号举行 而NBC新闻主持的辩论将于9月25号举行 这与前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提供的日期略有不同 近来因校园抗议处于风口浪尖的哥伦比亚大学仍然动荡不断 周四该校三名高层管理人员应在短信中表达不尊重犹太裔的言语而辞职 同日该校首席运营官的家中被抗议者破了红油漆 这三人都是负责本科生事务的 此前已经在接受调查期间被无限期停职 哥大预计秋季开学后仍会有一波强劲的挺巴抗议活动 新上任的校长沙菲克已宣布了一系列缓和局势的措施 促进各方对话 校方还在讨论其他可能的措施 包括授予校警逮捕的权利 疾病控制于预防中心CDC周四表示 新冠病毒是2023年美国第十大死因 排名较2022年的第四位大幅下降 心脏病、癌症和意外伤害 仍然是主导死亡的三大主要原因 近年来这三种死亡类型的人数计增 主要原因是药物过量 而中风则从疫情前的第五大死亡主因攀升至第四位 排在新冠之前的死因还有阿尔兹海默症 糖尿病、肾病、流感、肺炎以及自杀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 我是肖方 下面继续关注中国新闻 据中国官媒报道 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8号表示 民进党当局故意将广大台湾同胞 同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混为一谈 企图拉无辜民众为台独垫背 企图借抹黑大陆来阻扰两岸交流往来 是完全徒劳的 对于中国国台办公安部政府网站 推出针对台独分子的线索举报邮箱 民进党当局称 对两岸交流互动制造更多的障碍与伤害 阻挠两岸人民交流往来 并称大陆没有权利惩治台湾人民 朱凤莲指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国家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 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犯罪 是捍卫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应有之意 是维护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正义之局 本来消息 行业数据显示 7月份中国销售的所有汽车中有一半是新型纯电动汽车 或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这一里程碑式的数据凸显了中国在电动汽车采用方面 已经远远领先于西方国家 中国乘用车协会的数据显示 上个月新能源汽车销量较去年同期增长37% 占汽车销量的比重达到创纪录的50.7% 三年前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销量仅占中国汽车总销量的7% 据中国财政部网站消息 根据有关工作安排 财政部将于8月14号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4年第四期人民币国债 发行规模为90亿元 具体发行安排将在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CMU公布 下面来关注巴黎奥运会 截止到8号 中国代表团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 已经斩获29块金牌 25枚银牌 19枚铜牌 合计73枚奖牌 目前列金牌榜第二位 本台消息 中国反兴奋剂中心8号强力呼吁国际检测机构 ITA在巴黎奥运期间 加大对美国田径运动员的兴奋剂检查频率 同时强力建议田径诚信委员会 加强对美国田径运动项目的反兴奋剂监管 严防严查其运动员兴奋剂问题隐患 切实维护各国干净运动员的合法权益 重述全球运动员对公平竞赛的信心 中国反兴奋剂中心说 美国反兴奋剂机构屡次致程序和标准于不顾 美国田径领域的兴奋剂阳性事件 值得持续彻查和关注 陷入困境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 世贸集团有限公司 8号表示 香港法院已将针对该公司的清盘申请 延期至12月16号 以便世贸有更多时间 与债权人协商修改重组方案 这是继今年7月31号和6月26号之后 最高法院第三次推迟审理 针对世贸的清算申请 该诉讼由中国建设银行亚洲 于4月份提出 指控该行未偿还约2亿美元的贷款 总部位于上海的房地产开发商世贸 未能在2022年履行其总额为 115亿美元的海外债务义务 自2021年中国房地产行业陷入债务危机以来 包括中国恒大集团等巨头在内的众多开发商 遭遇了债权人的清算诉讼 一些公司已被勒令解散 本来消息 杭州市萧山区发布 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举措的通知 明确将在该区部分区域范围内 分区域发放购房消费券 领取购房消费券的一个月内购买140平方米含140平米或以下住商品住宅 并完成网签的购房人 可使用每套3万元的购房消费券 购房消费券按照网签时间实行先买先得原则 对完为止 8号全球最大最环保的汽车滚装船在江苏南通交付出江 这艘滚装船全长199.9米宽37.6米 设计吃水9.35米 运载能力达9100车 并且拥有增强甲板和内部坡道系统 可在14个甲板上装载汽车 船舶顶层甲板还设有1500平方米的太阳能电池板 可节省30%到35%的电机生产电力 除此之外 该轮还配备一台低速双燃料主机和三台双燃料发动机 可使用液化天然气和常规燃料 使目前汽车运输船领域中 首型可使用碳中和燃料的船舶 也成为目前全球最大最环保的汽车运输船 中国政商界风行的灌弹扑克牌游戏 近来被官媒《北京青年报》连续三天批判 但多家地方官媒近日接连发表针锋相对的文章 其中带头的江苏《清华日报》则认为 灌弹只是不同人选择的不同休闲方式而已 不需要谁来判定对错 引发热论 以下时间继续来关注国际新闻 本台消息 巴勒斯坦民防部门把号说 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东部两所学校 造成至少15人死亡 以军称 哈马斯聚集在这两所学校 学校被用作武装分子和哈马斯指挥官的指挥和控制中心 哈马斯暂时没有回应 本台消息 孟加拉学生引领抗争 结束前总理哈希纳15年的统治 8号从海外返国主持临时政府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 指出 历难的示威人士牺牲自己让国家第二次独立 84岁的尤努斯抵达首都达卡后随即告诉记者 对我们来说今天是光荣的一天 孟加拉已然开创新的胜利日 孟加拉已经获得第二次独立 孟加拉国数周暴力至少造成455人丧生 尤努斯呼吁恢复秩序 要求民众保护彼此 包括保护遭到攻击的宗教少数群体 本台消息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 8号反抵孟加拉首都达卡 出任过渡政府首席顾问 孟加拉陆军参谋长扎曼表示 过渡政府宣誓仪式当地时间8号晚上在总统府举行 尤努斯宣誓领导过渡政府 孟加拉学生团体自7月中旬起发起抗议 反对政府实施公务员职位配额制度 抗议在政府镇压下升级 成为哈希纳执政15年来最严重的骚乱 造成数百人死伤 最终哈希纳在压力下辞职逃到印度 孟加拉总统之后宣布解散国会 并成立过渡政府 本来消息 印度总理莫迪8号对尤努斯就任新职位 表示最良好的祝愿 他表示印度仍然致力于与孟加拉合作 实现两国人民对和平安全和发展的共同愿望 他希望孟加拉的秩序早日恢复正常 确保印度教徒和其他少数民族社区的安全和保护 孟加拉人口以伊斯兰教徒为多数 当地的印度教徒被指与哈希纳关系密切 他们的企业和房屋因而遭到袭击 俄罗斯总统普京应邀出席墨西哥总统当选人 新鲍姆就职典礼 乌克兰大使馆7号要求墨西哥政府 一旦普京出席时予以逮捕 将普京称为战犯的乌克兰大使馆 同时感谢墨西哥邀请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出席10月1号的议事 乌克兰大使馆说 我们有信心墨西哥政府无论如何都会遵守国际逮捕令 将前数人士移交海牙国际法庭 国际刑事法院以俄罗斯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后 乌克兰儿童遭强制遣送到俄罗斯为由 在2023年3月指控普京犯下战争罪 对他发出逮捕令 英国首相斯塔莫将召开一个星期内第三次紧急会议 商讨英格兰和北爱尔兰发生的骚乱 三名男子因参与暴力骚乱被判监20个月至三年后 斯塔莫表示 司法系统正在迅速开展工作处理涉案人员 判决正在发出强而有力的信息 英国多处有反种族主义者上街示威 当局部署6000警力 目前有约400人被捕 140人被起诉 墨西塞德郡警方发放了14名男子的照片 要求他们与警方联络 日本西南部对开8号下午发生7点一级地震 气象厅向宫崎、高知、大芬、爱远、路尔岛等县的沿岸地区 发出海啸警报 除宫崎外 大部分地区海啸警报在当地傍晚取消 地震发生在美国太平洋时间8号凌晨12点40分左右 日本气象厅表示 镇中位于九州东岸海域 镇源深度约30公里 日本放送协会报道 地震发生后不久 宫崎县附近海岸出现约50厘米高的海浪 据报宫崎县有三人受伤 宫崎机场也应检查跑道 一度暂停航班起降 但傍晚后恢复航班运行 当局表示没有接获核电站异常报告 日本气象厅表示 未来几天当地会再有强烈地震的可能性 英国航空公司巴欧表示 将于10月26号起停止飞往北京的航班 直到明年11月 公司未详细说明原因 英航公司说将继续执行飞往上海和香港的航班 据路透社报道 欧洲和英国的航空公司 由于无法飞越俄罗斯领空 令飞往亚洲的时间比以前多了数个小时 令成本增加 对乘客的吸引力也降低 日本大阪新斋桥商店街 7号发生持刀抢劫案 一名店员被刺身亡 警方拘捕了一名中国籍男性疑犯 控以抢劫和谋杀罪 事发在7号下午 警员表示 一名女店员向冒充顾客的疑犯 展示价值6280万日元 折合约43万美元的一块手表时 疑犯突然拿出类似刀的物品 并试图抢走手表逃走 一名男店员阻止时被刺伤 并失去知觉 其后死亡 女店员没有受伤 警方在事发后 大约两个半小时 在关西机场找到27岁疑犯 将她拘捕 她承认抢走手表 并用刀刺伤店员 今天新闻节目的最后时间 来关注股市行情 标普500上涨 119.81点 涨幅2.3% 报收5319.31点 到穷斯工业指数 上涨683.04点 涨幅1.76% 报收39446.49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上涨464.22点 涨幅2.87% 报收16660.02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快出道节目 由小芳编辑播报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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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